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幼灵是一位退休的教授 天天喃喃祈祷 在我的想象中 这位教授一定衰老不堪了 事实不然 我发现七十岁的教授精神健忘 步履轻快 眼睛闪着喜悦的光芒 倒是那位歌星四十多岁就已经面色灰稿 老太隆重了 原来失忆的歌星天天回忆过去 自私自叹 苦酒满杯 摧毁了他的生机 而老教授虽然逃离满天下 退休后却发愿学习拉丁文 他说 每次多认识一个生字 我就觉得又年轻了一岁 我所听到的祈祷 其实就是他低沉的读书声 真正的衰退不是白发和皱纹 而是停止了学习和进取 所以人间有二十岁的朽木 也有八十岁的长青树 学而实习之 催人成熟 却防人衰老 这是多么奇妙啊 现代人要有竞争的观念 人生在世就像参加一场长途赛跑 由许许多多的人齐头并进 奔向共同的目标 除了自甘堕落 谁也不肯落后 像运动一样 这种竞争也要遵守规则 讲求丰度 但是在基本精神上 仍然是争先恐后 当仁不让 农夫总觉得别人田里的庄稼长得好 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指出这个事实 不要把这事实解释成人性的嫉妒 就算是嫉妒吧 只要经过一番导引 也可以升华成运动员的精神 在人生的道路上 你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但是别忘了问 这时候别人在做什么 上天给每个人的时间一样多 任何人每天都是二十四小时 譬如下棋 胜负双方的棋子本来相同 但事事如棋不是棋 下棋必须让对方走过一步 自己才可以再走 人生可没有这规矩 一位伟大的人物 幼时在河边观鱼 见鱼群列队逆流而上 有进无退 他内心大受感动 从此有了奋斗的目标 我们到河边去仔细看鱿鱼 凡是水流较急的地方 鱼口都面对流向 不肯随波逐流而下 身为一鱼 只有如此才可以保持身体平衡 做一条堂堂正正的鱼 也只有如此才可以摄取上帝在水中为他们预备的养分 倘若他们调转方向 放弃努力 就会翻滚 散乱 昏沉沉地被冲到浅滩上 因此丧命 不必限于这是上帝给一切生命的智慧 人也活在水中 那水就是人们常说的潮流 潮流的冲击比金涛拍案更动人 逆流来时不要犹豫 迅速地面对它 坚决地迎接它 勇敢地冲破它 只有如此才有生存的机会 才有生存的意义 只有如此才可以保持端正的姿势 整齐的队形 个人的尊严 团体的荣誉 从前英国有一个爵士 一生情场得意 风流运势无数 大家都知道他有一根特殊的手杖 他只要握紧手杖的顶端 注目一个女人 那女人就意乱情迷 把持不住 他凭着这根手杖 几乎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爵士在晚年自己透露秘密 那不过是一根极其平常的手杖罢了 一点也没有神秘出奇的地方 只是女人都相信那个传说 对她自动撤出了心理上的防线 而她一旦手杖在手 也确实充满了自信 增加了胜算 心理作用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你如果确信那件事必然发生 最后它果然发生 你如果确信某件事情可以办到 你会终于办到 有一次在战场上 战争的情势逆转 指挥下令撤退 士兵们依照他们平时所受的训练 在敌人的火力下快速运动 有一个士兵重弹倒地 血流不止 他对战友说 我不行了 我受伤了 我要死了 他的战友用十分坚定的语气说 你没有受伤 你身上的血是从别人身上沾来的 你可以跑得比我更快 起来 我们赶快脱离战场 补充弹药 卷土重来 那位受伤的战士竟一跃而起 比中弹以前更加迅速敏捷 终于安全地躺在后方医院里 接受疗养 恢复健康 在战场上这种奇迹 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每一个老兵都是证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